又是一年腌糖蒜的季节 每年我都会腌上一点糖蒜 早上用来下稀饭 或者是吃面条的时候来两颗 它特别的开胃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糖蒜在四川的做法 由于去年和今年都比较干旱 我们这边种的酸 基本上都没有这种丰收的 这个也是买的 三块钱一斤 我价都没有还 就买了三斤 买来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洗好的 咱们还需要处理一下 就这种比较厚的 要把表皮给它撕掉 不然的话它没那么容易入味 像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做糖蒜就要选择这种紫皮的蒜 紫皮的蒜做出来口感更香 撕好皮过后放入清水里面再次的清洗一下 扎实的给它来上两勺盐 加盐的话它具有一个除菌的作用 换水再来清洗一次 清洗干净后再额外的准备一盆水 来上一点盐 大概就是2%的盐水 盐放多了的话算会给整的溜趴的 放进去泡半个小时 主要作用还是给它杀一下菌 今年春天这个燕子又到我们家来住窝了 前年大前年以前每一年都有 就去年没有来 看来今年的话方方面面好运 肯定也会如同燕子一样的到来 这个蒜的时间也泡来差不多了 给它露出来这样子甩几下放烧机里 把它放到这外面 给它晾个两个小时左右 把水分全部晾干 做糖蒜它还是有一个比列的 我们先来称一下冰糖 大概是120K 这个是红糖块 红糖块来个80K就差不多了 总的200K 做糖蒜今天用的醋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米醋 因为米醋相对于橙醋 还有白醋来说 它的醋酸略低 并且回味还对待着一点点香味 所以更好 接下来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糖蒜到底要不要加水 有的要加水有的要不加水 但是我一般做糖蒜都不喜欢加水 就纯粹的糖和醋 还有一点点盐泡出来的口感 我觉得是最好的 准备个奶锅把糖倒进去 先加一勺水 这里加一勺水的主要目的 是方便把这些糖给它熬化 因为等一会儿一熬水分蒸发了 实际最后还是没有放水一样的 用小火慢慢的熬 就是两种糖全部熬成糖汁过后 把醋加进去 这样子熬煮一下 是可以让部分的醋酸挥发掉 到时候泡出来的蒜 吃起来口感更好 没那么酸 第二个的话是泡的蒜 还不容易坏 烧开过后就可以关火了 让它自然冷却 蒜已经全部都晾干水分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准备一个 无水无油 并且能够密封的瓶子 我用的是泡菜坛子 因为泡菜坛子这里加了 含水过后就相当于密封起来的 再来把大蒜一勾一勾的放进去 一定不能把它搬成那种小牙小牙的 到时候不好夹出来 咱们吃的时候再搬成小牙小牙的 浆才熬的这个糖醋水冷却了 也倒在坛子里面去 先加一点点盐在里面 这有一点点没有泡到的 也没有关系 泡几天之后 我们下面夹两个一吃 上面的自然就落下去泡住了 来一点糖盐水 把盖子扛起来封坛 咱们今天的糖蒜就算做好了 其实说真的糖蒜在南方吃的并不多 在北方的话吃的特别特别多 不知道北方的糖蒜是不是像咱们四川这样做的 一般情况下泡上一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慢慢的夹出来吃了 到后面它会慢慢的越来越露 这个蒜夹出来每一半都是露色的 用来拌点饭或者是拌点面条的话 应该也都不得了 多了咱们就不说了 反正正好现在大蒜季节出来了 喜欢吃糖蒜的朋友可以收藏住 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自己弄一点这个新鲜的大蒜 来做上一盆 可以吃上个半年都没有问题